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向地方民众介绍大理溪整治的规划蓝图 最近市府有意争取营建署城乡风貌整体计划 因此也将大理溪纳入蓝带水岸的改造 日前市府水利局就到国光活动中心举办说明会 听取地方意见 大理溪这个部分我们主要的重点的地方是在说 在大理桥跟立元桥中间这一个核酸的高探地这里 我们这一个是因为地方的也有建议说 要在这里做一个绿美化的一个 一个现代的一个高探地的绿美化这块 因为现在之前三合局有做过 可是现在可能之前可能水灾的时候有冲坏 现在就是比较荒废掉 市府水利局表示 大理溪过去水利署整治有成 曾是地方的休憩场所 但历经风灾摧残 绿化设施已不复建 因此希望透过蓝带计划 修复这一段的设施之外 也希望将这里变成生态河岸的教育场域 而地方也建议能将大理溪的谷河道 以并纳入 恢复昔日第六大都市的风华 包括现在港口 也要看得出来说有 包括现在目前都没水 是不是我们为台里老家这方面 他整体规划 可以继续 说以后可以做温和还是什么 请教一下说现在在做这个规划 这个主导权是由我们的市政统还是第三个分析 市府 市府 市政统权局主总能做吗 这个是后续问的 要做我们还会将可参举来做一个申请这个副办 由于目前还在先期规划 会整地方意见之后 大理溪蓝带水岸环境改造才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众人也希望在各界努力之下 一步步让大理溪河岸景观焕然一新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